而在寿风乡则是在客家文化生活广场 举办了升旗典礼和见走活动 来自寿风乡内各界乡亲近700人热情的参与 乡长刘耀宗感谢大家 从他上任之后对乡镇推动上的支持 而在新的一年会努力争取更多的经费 来打造寿风乡成为幸福宜居的美丽家园 寿风乡公所元旦在客家文化生活广场 举办升旗典礼及见走活动 寿风乡内幼儿园小朋友们及森巴古队热情表演 屈酒追破敌文韩语 大家在森巴古队鼓声带领之下开始游行卷走 乡长刘耀宗感谢大家 从他上任之后对乡镇推动支持 而110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寿风乡公所团队会以行政革新效率提升 清廉服务成为重骨进步与成长最快最好的乡镇 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跟我们寿风乡的乡亲站在一起 迎接2021年的新的年的开始 我祝福大家强壮如牛心想事成 牛转乾坤万事如意 寿风乡元旦升旗见走活动 乡内各村村长各部落头目 还有社团超过700人参加 乡长刘耀宗期许 在新的一年会带领工作团队 更努力争取经费 打造寿风乡成为幸福宜居美丽家园 借荣民盛受风乡报导